好 那我們還有收集就是網路上的分手原因 八字寫 姓氏不合 欸 不行啊 不行 先試車啊 極律建議先試車 危險發言 這感覺會被罵欸 就如果是沒辦法改變的話 我覺得就是分手 好 我就想說會不會你其實直接跟他講之後 他才會知道自己的問題點在哪 沒有 我覺得男生他們會知道 就是他們自己的平均值 男生都愛說自己大 我的很大的你忍一下 我覺得很合理欸 作息不一樣其實都會互相影響 我覺得很會彈掉吧 我之前某一任他就是上大夜班 但我是上百班 雖然是住在一起 但是是一個遇不到的狀態 彼此有精神狀態的時候 對方都蠻累的 那如果是追吃然後最後分才走樣 不行 因為我很嚴格覺得不行 我覺得他變胖一定是幸福啊 我覺得你跟我在一起 你在放廢自我幹嘛 我們就是要一起進步啊 現在就是再退步 欸 他如果是說我看到你很開心 我開心的時候就會一直想吃東西 那你吃我好了 你不要吃東西 我要餓死了 我哪裡去了 拒絕讓人社交 因為如果你的世界只有另外一半的話 其實活著會蠻痛苦的 因為你生活中心都圍著他打轉 最後真的會變控制狂 那如果他今天是有很多他自己的朋友或什麼 但他為了你配合你他都不要他的朋友了 啊 怎麼可以 我有沒有控制他 我這樣我就會有點害怕說 他會不會哪一天就反過來說是 我不讓他跟他朋友出去 而且女生一定要有一點自己的社交控制 男生才會覺得有危機感 男朋友說欸 我等一下要去吃飯喔 跟朋友他就問說誰 啊 你不認識 他就覺得說到底有誰 因為誰人太生氣了 他會沒有 男生會說好 那我去接你 因為他確認你是安全的 然後你也不要讓他去接你 就是這樣 對 哇 你這什麼壞女人 這很值得分手 對 我的朋友就是因為這樣分手 他男朋友賺的錢比他多 可是他男朋友是月光 而且是花到會再去跟他家人 還有跟他借錢的那一種 然後我朋友最後就真的是受不了 他忍了一整年的時間 然後最後就還是跟他分手 因為金錢價值觀會牽扯到生活習慣 那我對於金錢價值觀可能比較 出手比較擴挫 我可能每天餐餐都想吃好的 但對方可能覺得比較 願意比較省 這時候就會很容易有摩擦 真的沒有辦法 對 金錢觀不合還會涉及到結婚之後 你有沒有要買房買車 然後養育小孩子 就是要吵吵不完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不要嫁人啊 不要娶老婆 放棄用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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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之後 你才放這種自我 臉都不打扮的話 絕對直接掰了 如果他是會打扮的胖子呢 大淵 我忘記了嗎 大淵很可愛 我也覺得很可愛 我喜歡胖胖男生 是我某一任 他是一個很邋遢的人 可是我那時候為愛 我是整個鬼遮眼 我就跟著他一起邋遢 因為他是很愛穿運動褲 然後T恤 然後配一個拖鞋 你就約會的時候嗎 對 不管怎樣 他都穿得一模一樣 我到最後 我就跟他一樣 我也去買了一雙拖鞋 喔 不想到一個 那時候也是一個 快在一起的曖昧對象 然後那時候在他家 然後我們還一起出門 但是因為那時候冬天 就是很冷 然後我就沒有戴外套 我就想說跟他借一件 是對方是有愛打扮的人 然後他打開他的衣� 說說你要哪一件 但我也不好意思在那邊挑啊 所以我就說 那你隨便給我一件就好了 看他方便 他就生氣喔 他就說 你總要搭配一下吧 他生氣的理由 是因為你不搭配 對 然後我們就整個早上都不講話了 但你其實只是不好意思去這樣子挑他的衣服 我突然想到一個故事 這是我朋友約會的故事 我那朋友呢 他就在停車上 約會到一個男生 結果一到的時候 看到那個人 他就嚇到 他原本想說 然後加一件寬褲跟球鞋 如果他說City Boy嗎 他說不是 他說那個男的襯衫是穿一件 合身的襯衫 下面配個大寬褲 再加球鞋 重點是他的眼鏡 上面有水字 不知道為什麼都擦不掉 就是水痕 然後我朋友看到那個穿著 他就傻眼 可是他穿很帥啊 他的自我美感 他說不知女生會嚇到 然後他回去之後他會把他封鎖 應該跟那個生活習慣是那種髒啊 我之前面每個我都可以講耶 就是跟那個穿著穿著拉遮 是同一個人 他生活拉遮是拉遮到 那時候去他家的時候 他的床就整個是散發出一股 男人的遊走味道 我那時候真的就很不敢睡耶 然後洗澡我也不太敢洗 我洗澡就進去 我一定要穿著鞋子 那你們有遇過衛生習慣不好的人嗎 我幫男生洗過廁所 因為他真的廁所太髒了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看不下去 因為我就是一個廁所要保持很乾淨的人 所以我覺得好煩喔 然後我覺得那天洗澡就洗很久 因為我在幫他洗廁所 然後洗完我也不跟他這樣 我會覺得算了沒有關係 因為我就是為了愛 那你們會要求男生坐著尿尿嗎 我覺得男生基本上自己會親乾淨 我跟你說他們都看不到 他們都看不到 其實很多男生在抱怨女朋友的時候也是這樣 因為女生外面都看起來乾淨像像的 但房間就亂得跟桌一樣 其實很多女生都很慢 你點頭 什麼意思 就是進去就是進去然後就發現 我坐哪裡 結論就是請打掃啦 結論請打掃啦 沒錯 男生也有錢 男生也有錢 不同的政治立場 我們這年紀好像比較太好 我處於尊重啦 我有想過一件事情看到你照 我是你男朋友 然後我會知道你家是真藍好了 然後我就為了要討好你爸媽 我就穿穿藍色的化妝去 然後呢 上面有一顆太陽 我的天 我覺得不必要討好欸 但如果是雙方太常因為這種事情 就一直愛講這種事情的話 他真的是蠻容易吵起來的 第一名 沒有共同的發言 那為什麼會在一起呢 但我有鬼子很過 這是你的特輯吧 一個狀況是 男生他 對你 在聊的東西 就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甚至就是 也不會想要回復你之類的 我大概好像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把這個放在第一名 所以沒有共同話題 因為前面再開始曖昧的時候 熱戀起來的時候 真的感覺太對了 你們之間可能真的太有激情 真的好愛對方 但是只要聊幾天來 就會覺得好像 就覺得沒有很化療 他又會覺得好愛 就好喜歡喔這樣 然後最後就會在一起 就看著看著也喜歡這樣 對對對 真的是很幸福啊 就不用講這麼多話 沒有 但那個機器會退掉 就是有點像是 你們兩個出去吃飯 可是你們就各滑各的手機 或是沈默 然後就把飯吃完這樣子 你找了會不會就覺得 對方好無聊欸 他喜歡的東西你也不喜歡 你喜歡的東西他也不喜歡 那我可能就去找我更喜歡 如果今天這個對象啊 他都很完美 符合你所有的標準 但你們就是就沒有化療 那要怎麼辦 那我愛的會不會只是 他的身體跟他的外表 因為我跟你講 現在男生他是真的比較不會聊天 假如你結婚了 你最後一定會去 跟你聊得來的男人在一起 沒有 是對你好的男人 聊得來他不一定會對你好 對好可是好無聊欸 所以他現在對你好 可是結婚了你要有聊什麼 就如果你真的交往很久 要結婚到後面 你一定是要找一個對你好的男人 因為我爸媽就是 他們是完全興趣完全不一樣 一個往外跑一個都待在家裡 所以下面的排名 如果都符合 第一名沒合的話 就還是會白眼 最能夠從分手的 我要選五 金錢價值觀差 我也是金錢價值觀差 我覺得價值觀是最難改的 他怎麼想他就是那樣想 你怎麼跟他講他都會覺得 你不要管我 我會選一欸 就希望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因為如果假如是要走長久的話 他會一直能有話跟你聊 不能叫他入珠還是什麼 OMG 因為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討論入珠 那男朋友就跟他說 如果我為了你希望你可以得到幸福 所以我去入珠入一個人的名字 叫做Hannah 他尺寸可能要很長才能比 這樣很像我在你背後寫名字的感覺 好險 w